整條街道農業瀰漫 幾乎看不見路 因為新北市這棟公寓一樓起火 消防人員聽鄰居說 屋裡還有人緊急搶救 即使火勢很快就控制下來 但公寓屋簷都被燒毀 房子裡更是一片焦黑 消防人員衝進去 在臥室門口發現一名男子 我要發聲給我們要發聲 發聲一名的患者 那該名男性為男性 行動不便長期坐臥輪椅 救人員救出來之後 已經沒有生命徵下 持續的搶救 送往臺北醫院去做急救的處置 鄰居表示 這處公寓平常住著一對曾姓母子 39歲的兒子有糖尿病 靠輪椅代步 平常臥病在床 母親大約70歲 平時靠檢回收偽生 火警發生時 母親正好不在家 但兒子就沒那麼幸運 家裡被燒得一片漆黑 社工人員趕忙安撫老母親 不過里長表示 母子住的公寓屋裡無外 都堆滿回收易燃物 光是今年就已經發生 其次火警 七百火災都沒燒起來 煮東西不燒起來 離上無奈地說 協助曾姓母子清理住家好多次 但隔沒多久又塞滿回收物 警方人員也提醒 住家要保留逃生動線 不要堆積雜物 以免發生憾事 三立新聞 吳冠營 吳全賓州 寧欣北市報導